这个老头来头太大了 是皇上的大哥 现在儿子被抓了 怎么 不认识老子了 衙门的公差看到老爷子发脾气 赶忙说进去帮他通报一声 不成享有却遭到老太爷的辱骂 放你娘子狗臭屁 天是诸间的天 地是诸间的地 老子想伤哪就伤哪 嚣张的老爷子就这样闯了进去 那堂的监察室证实员看到他闯了进来 赶忙站起来迎接 并且恭敬地邀请老爷子坐下 你让我坐这儿 那你想坐哪儿 却见老爷子毫不客气地坐到主位之上 只见他狠狠地盯着郑世元 问你他娘子有什么了不起啊 不就是一个监察御史吗 老子说句话 连皇上也在听三分 你他娘子凭什么 在我儿子这儿耀武扬威啊 郑世元看他来者不善 于是也没有再给他好脸色 只是询问他来者何意 原来说客陈东志就是老爷子派来的 后来被郑世元抓了起来 陈东志他威胁里有办案官员 不能不抓 此话一出 老爷子就忍不住对他 朱桓为他叔叔修行功 有什么错 他对也罢 错也罢 这是我们朱家的家世 天下都是我们朱家打下来的 用不着你在这儿狗拿耗子 郑世元也很无奈 其实他也不想接手这个案子 奈何皇帝朱元璋害怕自己不好插手 只能把这个黑锅丢给郑世元 可是老爷子就此心切 哪里还管得了这些 硬是要求郑世元把朱桓放出来 面对老爷子的威慑 郑世元并没有低头 陛下是天子 任何人不能见越皇权 否则以谋逆罪论处 老太爷听到此话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姓正的 你把我儿子往死里挣 我跟你没完 但是为人臣子 郑世元自然知道自己的地位 他并不敢拿老爷子怎样 可是这一次他却记到了心里 他把这里发生的一切 全部汇报给了朱元璋 太子看到堂哥朱桓所犯罪行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朱桓的死刑 朱元璋看着儿子朱标 问他如果是他会如何判决 儿臣觉得十分的棘手 朱元璋看着优柔寡断的儿子 立即教育道 作为一个皇帝 当断不断是最大的机会 天底下所有的大事 只能靠你一个人的意志 一招不胜 全盘结束 有一天你当了皇帝 你就是孤家寡人 天下是你一个人的 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心系天下 他还告诉儿子朱标 帝王之家不存在私事 所有的私事都是国家大事 面对郑士元的秉公执法 朱元璋心里虽然对朱桓有所不舍 可是为了整个大明王朝的基业 孰亲孰众他心中自有分寸 与此同时 今夜同样不能入眠的 还有郑士元和韩依可 二人也是在赌命 他们在赌朱元璋能够秉公出 做一个剑官 不但要有勇气 还要有保护自己的办法 您认为皇上会处死朱桓吗 你说 二人心中都没有结论 而这个案子的关键 似乎也并不在朱桓 而在朱六九 时间转眼来到了朱元璋 要处决众人的这一日 听到消息的朱六九 赶忙跑到县岸 想见他的皇帝 却没有想到被护卫拦了下来 敢拦我 不要命了你们 这是皇上的命令 得和人不准进 我是皇兄 谁来也不行